国防部长颜民才刚刚上任就对总统打脸吗 资深评论员张有华在节目上提到 红仲秋案总统明明说这是凌虐致死 国防部出版的军报却写着急救不当 军报呢甚至把红仲秋案定调为是未依法行政 这个明显的跟马总统说的违法滥权大不相同 这个是证据哦是你军报我特别买的一份 看待国防部出版的军报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直指 斗大的标题把红仲秋案件定调为未依法行政 却按马总统在家属和国人面前说的违法滥权态度大不同 怎么会国防部总统府不同调 他说红案照应于未依法行政规则 言明你看看总统 看看总统讲的叫做违法乱权哦 你说未依法行政 你是不是想要帮这几个上市副旅长旅长开脱 他等于把马英九总统直接打了一巴掌嘛 难不成你你想要趁马英九出国的时候 你要搞那个其他小动作吗 是不是等马英九出国你就把那个李那个李长仲给撤翻掉 总统定调红仲秋是遭宁愿致死 军报却改口急救不当 难道国防部长言明真的是想替沈威智何江中和范左宪成人等开脱 罪名吗张永华在点出国防部将红仲秋关禁闭事件也归咎于禁闭事 管理不当这说法根本没把总统放在眼里 马英九说什么 军中人权要维护 你说禁闭事管理不当 哪一个人管理不当 那你说出来 你策划本部没有责任吗 好 第三个 马英九讲 灵力致死 他说是急救不当 严明你在鬼扯什么东西 是你们报纸自己刊登的哦 张永华抨击 国防部长言明才上任第一天就召开联兵女旅长和阵上主官会议 发布对红案定调的新闻稿 用字遣词必重就轻 不仅对红案轻轻带过 也无疑是打了三军同衰蛮久 一记而光 终于新闻综合报告